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了 娘娘 这个宫殿本来就不干净 现在还弄成这个样子 也太可怕了 不干净 什么意思 没 没什么 曲员那边有消息了吗 尚不曾 但愿不要出什么事啊 大军 曲大人是以楚国佐徒之名士气 谁敢对他不利 大军宽心便是 这样最好 对了 莫愁搬进去了吗 搬进去了 那为何不见他来谢恩呢 大军 莫愁姑娘只是一名乐师 香野姑娘 一下子住进了那么大的宫殿里 怕是早就慌了身 那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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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这会儿他 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还有 听说 莫愁宫里的丫头们 喊他做娘娘呢 竟有此事 千真万确 是 娘娘 娘娘好 好啊 大军 莫愁姑娘 毕竟是名乐师 被称作娘娘 与理不合 她现在当然是个乐师 不过 这名头叫着叫着 就成真的了 诸位 听说楚国 派出了左徒屈原 出使我齐国 各位怎么看呢 听说此人已经快到了 这个屈原 不过二十出头 承蒙雄槐赏识 给了他个左徒之位 此人 不过是个诗人 成不了大气候 二十出头 就做了左徒 还不成大气候吗 大王 大王 据臣所知 屈原少语失明 在全县任现影期间 政绩颇著 百姓爱戴 那也不能拿我们齐国当刀使 天下 此言到底何意啊 大王 楚国败给了秦国 却想和我齐国联手报仇 说什么合纵 还不是为了借刀杀人 真打起来 恐怕楚国就坐山观虎 也未可知 天相此言差矣 大王 秦国要吞并天下之心 世人皆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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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